為何人喜歡看風景 看某一座山 其實你是在幫自己 找你是在哪裡 本身走墨徑這件事 在香港成長的人 你是應該走一次 我深信香港的風景是不會輸給任何一個地方 全段墨徑這樣走 其實這個想法是很久的 15、16年已經在想做這件事 當時的想法就會覺得墨徑在這裡 總之你等到一個正確的時間才去 一直只有一個想法 到去年我自己辭了一份工作 覺得有些事情原來你不做 又真的可能沒有機會做 好像現在這樣 現在基本上實體出來 原來是這麼困難的一件事 畫家畫畫的就是我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 原來城市是分開的 山是連結的 平時在城市裡面你不會覺得是這樣 你會覺得是一座就山獨立 空間的感覺是完全180度調轉了 比如說獅子山也是 第七段城門水堂的主壩的時候 你看到它的背部 又或者第五段的時候 你看到它的正面 比如說獅子山背負的文化行為 我一直都覺得太重了 但它轉換到一個面貌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一個新的切入點來看它 這是我享受的一件事 我和Machero聊天 究竟這個展覽是否應該 迴持一個實體的展覽展示給別人看 剛剛這個月的開網時間 本來預計很多人會來參觀 結果最後我們走了一個網絡的形式 那晚其實只有我和我的同事在現場 就拿著一個手機 就去和阿俊熙在這裡做一個網上直播 全場去介紹了 甚至乎我現在每隔天會開一個直播 去講解一下一些細話 又可能會搞一些有掌問答比賽 我這裡可以保證就是一些很精美的禮品 很有趣的就是我和Machero都是中大體賽畢業 大家都會覺得做創作是這樣 你有困難的時候 你當成是一個你要突破的框框 那你去想一些方法 雖然這個是一個之前沒有預計到的 但是很有趣地 社交媒體的平台上 結果可以和更多的觀眾 在同一時間去做一個互動 都是希望將它的作品更多 去推到海外有心的床家手上 最後我們都做到這件事 有人喜歡是開心的 真的開心的 但是那件事蓋不過我本身 跟風景之間的創作上的關係 我覺得我反而經常都要提醒自己 要更加踏實一點 有些東西是可以來得快去得快 它來也不是我掌握 它走也不是我掌握的 那變成你掌握到的東西 就是你繼續做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將一些你自己最真誠的作品 擺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共通的意義 國際本身就是由很多個地區組織在一起 等於我去看莫尼去畫法國也好 是受感動的 我都會 而我深信香港的風景 是不會輸給任何一個地方的 不會覺得有一天不需要再走難 麥敬子是我香港四大山徑來講 它是一個首部曲 其他那幾個山徑 我都是想這樣的形式去做 我自己很想去完成到這件事 給自己的一個目標